指揮中心說德國快篩 30 塊是假消息 但隨後被人打臉 有住在德國的藥師貼文表示 最便宜的是 0.89 歐 泰幣大概是 27 塊 一位議員也貼文指出 有朋友用 1 劑 1 歐的價格買到 而根據德國衛生部的數據 效力不比台灣進口的螺絲還要差 所以雖然跟台灣的品牌不同 但確實是有這麼便宜的快篩沒有錯 其他國家快篩賣多少錢呢 實際上網找找 新加坡藥妝店大概 70 幾到 100 出頭一劑 而最便宜的廠牌根據美國 FDA 公告的文件 準確率也高達 9 成 南韓公文網站上看到的 最便宜大概是 80 幾塊一劑 到最貴的上百元都有 越南藥局則是賣 4 塊到 80 幾塊一劑 最便宜的是芬蘭或土耳其製 最貴的則是韓國製 泰國則是 20 幾到 30 幾一劑 最貴的是唾液快篩 至於美國 量飯店的價格 160 到 180 左右一劑 雖然比台灣貴 但美國政府早在今年 1 月 就宣布要購買 10 億劑快篩 免費發送給國民 其中有 5 億劑已經開始發送 每戶可以申請 4 次 由政府免費幫你送到家 所以美國政府花納稅錢買的快篩 並沒有再拿來買 也不用排隊 最後看看消費很高的英國 根據 4 月的報導 最便宜的大概是 2 到 2.5 英鎊 台幣大概是 70 幾到 90 幾 所以結論是 30 幾塊的快篩 在德國和幾個國家確實買得到 住的代表處可能要再多了解一下 不要誤傳錯誤的訊息回來國內了 本集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什麼想說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